日本人在想着吗 日本人天天都在想中国分裂成六个国家 数都数出来了 拉到我的手数的呀 拉到我的手数的呀 天天都说 因为同志们 我是被他们不叫弄去啊 我是当时日本大使馆在中国选了三十个博士生 我是四川唯一选上的一个 而且在日本大使馆通过面试 通过面试 他们就要培养汉奸 我每年可以免费在日本旅行两次吗 那我走的时候 日本教授就这么拉到手跟我说的 说特撒 说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迟早啊 中国人对我们日本人都会不满 我跟日本学生谈七三一的时候 我们教授都大声的训辞日本学生 不准再问了 出去 就不让日本的学生知道这个事 然后我们的日本教授跟我说 说今后有朝一日 中国要侵犯日本的时候 你要站出来为我们说话 这些年我们对你不错 知道吗 你们不要这么以为日本人美国人很善良 弄了这么多留学生去 去干什么呢 去干什么呢 文化 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 男人那人呢 他人吗 男人 speakers 女人 有选择 他人吗